張偉雄離開了鴨利州雕刻工場之後 就由湯Sir介紹去奮零一間牛場做雜工 並且還認識了湯Sir的弟弟阿強 阿強因為借錢不遂遷勞於湯Sir 結果還把湯Sir打傷 湯Sir受傷入了醫院之後 李子蘭對他極端照顧 引起了阿中的不滿 夫婦間的感情就陷入破裂的邊緣 而阿強因為要還債 被迫同一幫犯罪集團做事 阿熊也被牽連在內 後來湯Sir大意滅親 親自帶人捉拿他弟弟阿強 最後阿熊才能洗脫贏二零二一 又來 師姐 湯 阿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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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請坐 昨晚我們大家聊過來了 覺得你近來工作太過辛苦了 所以預備放你一個月假 放假? 你不用不緊張 我們不是認為你工作上有什麼不妥的 那是不是因為我弟弟藏著的事? 不是,你不要這麼敏感 我們只不過覺得你的腳還沒好回來 你就回去多點休息吧 我的腳已經沒事了 你不相信我可以走給你看看 是不是? 和平常沒有什麼分別 阿托 無論做什麼事都好 如果不足或者太過都是不好的 坐 謝謝 如果有傷都不去休息 你還要做的似乎太過了 那什麼時候開始? 下個星期一 那我的事是誰接受? 我暫時交給阿周 阿周? 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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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以後多點關照給他 好,謝謝你 不用客氣 這是我的內事 你需要他的資料嗎? 我要提供一些給你 不用了 你的檔案這麼齊全 我看你的檔案就可以了 不過 這個小朋友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我想… 是啊 我向你保證 一個月後 我將張偉雄完整交給你 沒什麼事了 我想先走了 林太太 是 你真的要走了嗎? 是 我今天已經辭職了 我的手續都辦妥了 我一定上來告訴你 在這裡做了這麼久 現在要離開 多不少也有點捨不得 其實藏毒的事是阿強做的 不關你的事 他到底是我朋友 我也有責任的 想想想, 我也想不做 怎麼樣? 就是為了阿強這件事? 不是, 我的工作不太適合我 做事就是這樣 慢慢你就習慣了 騎牛找馬, 找到睡好的才走 我送你 你今天走了嗎? 這樣也好 可以趁你的機會休息一下 好 阿蘇會不會來幫你 那我幫你 不用了, 我自己行了 你的腳也不太方便 謝謝 今天晚上做得怎麼樣? 現在在做 下個星期一開始 我會放大假 將會放一個月 放心 一個月而已, 又不是一輩子 我暫時雖然不可以看管你 不過我對你的期望仍然很高 我希望你能夠結身至外 不要再行差答錯 下星期, 租會太餓 他會找你聯絡的 明天在青年中心 有一個座談會 是關於關於息囚的問題 我想你去聽聽 明天我... 怎麼樣? 下星期一我才放假 明天才是星期三 好, 我明天找車來接你 謝謝 如果要將那個息囚擺上證 我們必須要對他加以行動上的束縛 和思想上的難力 在兩方面都絕對不能放鬆 一個有冠罪傾向的人 都是社會上的危險人 他們就好比一個定時責任 隨時都會有爆發的可能 所以他們必須要過去切斷他們的信本 對待息囚也是 他們除了對家的勸道之外 必須要束縛他們的自由 直至到發覺他們的犯罪潛意識 已經完全消滅了為止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便發問 張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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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麽意見 隨便問 湯Sir 有什麽問題 我想問一問 去廁所行不行 去吧 湯Sir 你可否再說一次 關於思想上壓抑的問題 思想上壓抑 思想上壓抑 湯Sir 我想出去 好 好 先生, 你是不是去洗手間? 洗手間在那邊 我剛去完了 這麼快? 為甚麼你不在聽我副導工說話? 他說的話我已經聽過幾百次 把他扔回來後就關門 好 不如回去吧 要不然湯Sir見到 差大家不好意思 阿明, 還不來? 先下衣服吧 張慧雄 林Sir 我打電話去牛場找過你 他們說你出來了 那你先搬出來吧 阿明, 今天休下午就收拾點東西 好 坐吧 好 近來怎麼樣? 我怎麼樣? 湯Sir的事暫時交給我做 你知道的 我知道 首先我想表明我的立場 我和湯Sir不同 我沒有他那麼固執 你在外面 如果沒有甚麼行叉搭手 我是不會理你的 不過 如果讓我知道你在外面搞搞震的話 我一樣會抓你 你放心 對了 是呀 有沒有事需要我幫你呀 沒有 是呀, 林Sir 牛場的工作 我想不做 為甚麼 我沒甚麼興趣 我剛剛和小孩找到一份工作 在保齡球場 他不喜歡 你有興趣嗎? 是呀,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你去試試 你還沒有破壞 是嗎? 是嗎 是嗎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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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晃鴻 趙晃鴻 湯Sir 什麼這麼錯檔 腳還好回來打球 這些地方似乎不太適合你來 這裡也不太適合你 如果你不喜歡牛場那份工 我可以另外幫你找個份 你不需要在這裡做的 不過這份工是由林Sir介紹我做的 湯Sir, 麻煩你這隻鋼 不要妨礙我做功夫 馬君正先坐 我知道你這份工是一早會介紹給你 不過各個人的看法 我就認為這裡不太適合你 是啊, 各個人的看法 不過我覺得這份工很適合我 張偉豪 湯Sir, 你不要忘記 我現在的輔導官是林Sir 我記得 而且我還記得我放了一個月頭大假 到今天為止還有二十五人 二十五天很容易過 你二十五天後來找我 周敏鴻 你現在剛好上風 不如你遲了他 我不可以這樣做 為甚麼 那我怎麼跟林Sir交代 這層你可放心 我會跟阿祖說的 我怕林Sir不喜歡 你知道, 我是釋酬 有甚麼話好說 不過我最合作 你解決我林Sir的 就怎麼樣就怎麼樣 湯Sir 你搭港營已經拆好了 明天我會拿回學院 謝謝你 對了, 先生 你到時候幫我做事 會不會妨礙你做功課 不會, 我覺得學多了就真的 你再一年畢業了, 有甚麼打算 當然是做社會工作 我覺得很有意思 你也很困難 是釋酬的問題 對了, 說起釋酬我就想起 上次你帶到中心的男生 張偉航 不是他 我覺得你那天好像故意說他 你認識他的嗎 不認識 不過他每天都跟我聊 他說我帶他去 本來是想他參加你們的中心 讓他多些正常的活動 他不肯 你又知道 跟你這麼久, 不多不少都學到東西 他這個人很有反叛性 先生 有一件事 你以為你做不做得來 甚麼事 我想你引導張偉雄進你們的中心 如果他進了你們的中心 起碼到你正常的活動 不用再群壞人 就當這件事是一個實習科程 那就行了 怎麼樣 好 你一定要留意這件事 千萬不要讓他知道你和我的關係 也不要提起我 就當這件事是你自己去做的 怎麼樣?有沒有信心? 當然有了 記住, 不要提起我 車來了 我看 你這樣嗎? 我以為你很厲害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你這麼厲害 我看我都很厲害 我希望你很厲害 我沒有很厲害 你不打不打你 你打過我嗎? 阿俊誠先生,來吧 嗨,原來你在這兒工作嗎? 是呀,跟朋友來玩嗎? 是呀,趁著放假有空 我也不懂打,不如你教我吧 我也不懂打,雖然我在這兒工作 但我也很少玩 那你平時有甚麼消遣? 沒有 沒有?那你放了公主是不是很滿? 是呀,我們中心在暑期舉辦了很多活動 你有沒有興趣來參加? 我是小組負責人,支持一下我 這裡就是我們中心的台拳道班 有興趣可以來玩玩 我們去那邊看看 好 走 走 我會在啦 你過了嗎 坐 來,請大盤 去,親大盤 去,去,去… 去,去… 去,去…去 亂七… 可放了 去,去,去吧 好 大家 現在這麼高興 我們請一下霍田參唱歌好不好 好 再出獎 好 好 小姐 馬鈴槃 手 小姐 某 哦 好 做错太多 只想你能为我重逃着光 既知往事悔行多 不应分开你和我 圆满手再往前行 不必再叹奈何 不要恨错 不必愿待你太可 爱尽困难 陪着你仍旧是我 既知往事悔行多 不应分开你和我 圆满手再往前行 不必再叹奈何 不要恨错 不必愿待你太可 爱尽困难 陪着你仍旧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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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尽困难 爱尽困难 做甚麼?你不开心吗? 不是 为甚麼?是不是我唱歌唱得不好? 怎会呢? 只有这么多人拍手掌 你应该听到的 那你为何走出来 听完你首歌之后 我有一时有点感触 是甚麼感触? 我知道刚才这首歌 是你特意唱给我听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像你这样对我? 怎会呢? 你看那些年轻人 不是跟你玩得多开心吗? 大哥要知道我犯过罪 入狼中心就有监等 你说他们会不会跟我玩得这么开心? 好难说的 这么难说的 这个坐过牢的人 永远令人很难相信 一时足成千古行 我才明白什么意思 阿雄 有时候的事不是你这么说的 如果真的 豈不是每一个坐过牢的人 都会断陆亲 起码现在你有辅导官介绍工作 以及安排一切 如果你真的相信我 要不需要辅导官跟着我? 他们只懂得把犯罪的人 一些所谓有问题的人 为了在四面牆 给他的大脊龙里面 跟那些所谓正常的人隔离 当我们改造好之后 才有资格跟那些正常人一起生活 但如果突然有事发生的时候 你猜你首先怀疑是谁? 是我们 对 你说得很对 不过 这些不是你个人的问题 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做社会工作 对一些尤其是眼光的人 能够改变 对你们也希望能够培养信心 你不要误会 我一直都当你是朋友 是好朋友 我们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不如我们过生气 乖朋友 严奇就去英国了 我们抢了个哥哥 祝他去英国生活愉快好吗 好 好 好 你不要 快中烦会 这是年轻的时代 你不要 快中等待 打出你的热情来 叶姑娘 是张伟雄 为什么你不在这里 我跟朋友來玩 你真的要去英國嗎? 是, 我全家移民去英國 我們可不可以去那邊談? 好 你這次去英國, 打算什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 三年又不定, 或者不回來也不定 我本來想打電話告訴你 那我怎麼找阿杰? 你給阿杰的地址我 我不能直接幫你 讓我想好辦法, 我才幫你 對不起, 我有朋友在等我 葉姑娘, 你走之後我怎麼找阿杰? 你告訴我, 你把地址給我 你放開我, 你放開我 你放開我 葉姑娘 你去看看 你算幫幫我 葉姑娘, 請你告訴我 你給我 我一定會 甚麼事 甚麼事 沒事, 我們玩而已 玩 我們走過去 玩 谁剛在待 你在看Stand 啦 知 – 你要看 我有話嗎? 救我 見 axis 沒說話嗎? 你要不要說多些東西給我聽 在這裡有忠心接觸 我一個女朋友不願意圍圍 本來是打算結婚的 只要冷,冷 冷,冷,冷 但也最 ا sicher 不是要 doen 和你开门 我 eager。 按吃 來 Commander Swet 你自己在没 精彩 想起来 我以为我帮我帮你表达你 你本来搞情绪好 你一定会开心 我希望你再继续吧 只要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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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 你不想去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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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I wish when I first saw you I knew this When I'm with you I feel so useless I feel diluted My heart's been wounded 我害你沒有工作 你真煩我了 這件事沒問題 欸?那個小零現在怎樣 Walm sing for 5 功課忙了 所以大家小心點 你真生 我後來就要去英國了 因為臨手之中 實際上這件事還好 原本以為我要演繹在關 你再把你給我關心 其實我們兩個都在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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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贊助來 我們不斷 看起了我 最後這一次呢 對不起 對不起,我幫你的程度只能夠幫你 如果我要說的話,我早就說了 你不要怪我 我也知道機會好未,幫我自己不死心 好,祝你去英國之後,生活愉快 謝謝 對了,你會不會還見到傑仔才走? 你是不是想我帶給他? 如果是的,那我去吧 你給我親一下他 有多多小小生氣 對呀,你給我親一下 爸爸媽媽都說來的 你知道,生意又差很多時間 不用這麼客氣 為什麼這麼難過呢? 他又不是去了,不回來的? 是的 傻了,我會回來的 不要這樣 我的朋友來了,你待會吧 葉姑娘 張先生,真是想不到你會抽時間來送我機 這次去了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一場行李,誰會這樣做的 一直以來,傑仔的事我都幫不了你什麼 你還當我是朋友? 好 算了,我已經盡力了 凡事的事不可以強求 阿琪,阿琪,阿琪已經上機了 是呀 阿琪,阿琪 我希望你順風 謝謝 好,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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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見集 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 張先生 人生聚散無常 我這次去英國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回來 不過我很高興能夠結識到你這個朋友 這裡有我的地址 你有時間多些寫信給我 還有 下面有結仔的地址 本來我不應該寫給你 不過你應該知道怎麼做 祝你早日跟結仔的團聚 葉奇 他真的把結仔的地址給你 那你會找他 沒有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跟我商量? 是啊 我發現我以前做事很衝動 但是現在不同 雖然我年紀是大一點 但是我發現你知道的東西還比我多 所以我和你商量一下 你真的這麼相信我? 我人很壞 不過素來也不說謊 其實你可以直接找他的 直接找他? 嗯 嗯 你應該穿得起來一點 態度誠懇一點 必要時葉皮那張紙條 或者會有用呢? 嘗嘗吧 對了 你打算什麼時候去? 明天好嗎? 好啊 那就明天了 對了 聽我們中心的座談會 是討論有關釋酬的問題 你來不來參加?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你不要勉強 如果你真的想我去 那我去吧 我去吧 我去吧 一定是找錯門口了 小姐, 找誰? 有個年輕人, 他說來找那個... 甚麼傑仔 一定是摸錯門口的 請你開門... 不用, 等我 先生, 你找哪位? 大叔, 我想找許文傑 這裡不是姓許的 那這裡不是太和街八號嗎? 是啊, 是太和街八號 對了, 我想找許文傑, 他是個小孩子 這裡是有個小孩子, 但是他不是姓許, 姓王 那可不可以讓我見見他呢? 你傻的, 我又不認識你, 為甚麼要讓他進去? 你白狀呀? 大叔 大叔 怎麼樣?又是那個人嗎? 是啊, 那個年輕人, 左度右度 不知道是不是靠狀 小姐, 你小心不要亂開門 謝謝你 當初, 你開始鬧啊 天啊 便去夜津 誰呀? 這麼多恐怖 白狀, 天啊 邊這麼好 電視一空 廚仔, 脫妞 爹仔, 鑑抠 小姐 別吵了 別吵了 賤仔!賤仔! 賤仔! 喂? 喂?阿紅啊? 山啊? 為什麼你這麼久還不來? 我們很多人在等你啊 好啊好啊,我馬上來啊 我們在中心裏面 是有輔導官幫我們的 出來之後 他們都是經常幫我們 由於這樣 令到我們自己知道 以前是自己做錯事 所以 我們決定改過 重新去做人 張先生,那你出了獄之後 有沒有人對你歧視呢? 呃...我... 呃...我... 我聽聽說沒有的色囚 是不是發生不太差了 沒有的事發生不太久了 呃... 這麼多位 我看中間不太舒服了 不如再聊一聊好嗎 是 是 怎麼呢? 製造了血 好點吧 找不出傑仔 最多就是想辦法 為什麼沒心機呢 他們不信你 當然會兒你出來太魯莽 等我去吧 你去? 嗯,讓我來嘗嘗 喝茶小姐 請 不用 傑仔? 是嗎 我們的傭人不知道他以前叫做傑仔 我領養了他回來之後 跟他改過的名字叫做新生 新生 難怪我沒有這個人 方小姐 你是 我是社會的三年級學生 和傑仔的爸爸是朋友 傑仔有爸爸嗎 不是親生的 我相信你們都知道 傑仔的媽媽身世很淒涼 幸好一直有個男生 照顧他們母子 本來是我們準備結婚的 誰知道後來 傑仔的媽媽過世 傑仔才送他去孤兒院 那方小姐的意思 不知道兩位可不可以幫忙 讓他們見面呢 你們切身處地 如果你們是個男生 你們會怎樣 怎麼樣啊 太太 我看 王太太 你幫幫忙吧 我可以保證 他們只是想見面 不會有什麼事發生的 我還沒見過你這麼開心 全靠你 要不然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傑仔 會有什麼由我看見面啊 阿妻 我想做一個女生嗎 好啊好啊好啊 男生好啊 好啊 一定要啊 好啦 一點點啦 我想說我可以嗎 Tim 要啊 謝謝你 放誰啊 男生我好好看 你怎麼喜歡呢 真是你怎麼樣 呢 誇張自己的 難怪你這麼疼她 不僅是傑仔 還有你呢 你知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什麼 我希望時間可以突然停了 那我們三個人就可以永遠在一起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不, 我看她對傑仔這麼好 簡直把她當成自己的兒子 所以我幫她當成一件好事 是嗎?感情用事 沒錯, 幫人是好 但是你要知道 張偉紅這個人有硬頸和衝動 現在初初見面都已經沒什麼事了 但是如果我繼續見她 那她的情形將會怎樣 所以這次你幫她簡直就不害了我 你這個大學生 你跟了我這樣 有她時力分析嗎? 我們想清楚 你是兩夫妻用正當的手續來領養決賽 你張偉紅有什麼權想去拿回別人 還有 現在張偉紅招不寶慢 去哪裡找經濟能力再養一個細胞 我們想做一個社會工作者 我們一定要投保冷靜 分清是非 絕對不可以被情感濃給你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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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知道 我們所做的事 完全是一項 可能她不懂 她不懂自己的心 無錯任何一件事 她是想得好 叔叔,你坐過飛機嗎? 叔叔,你沒坐過飛機 我快要坐了 我和你一起坐了 誰和你坐過飛機 我生媽媽和爸爸 快點了 他們什麼時候跟你說的? 昨天,你不需要問五姐 五姐,五姐,五姐 五姐,五姐 五姐,五姐 五姐,黃先生,一定要帶季仔走嗎? 我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的,你告訴我吧 麻煩你說吧 是,黃先生他們準備 全家人移民到加拿大 好 好 那幾次行程 後晚就坐飛機了 張先生,你別告訴我 你不如現在先走,等你再來吧 蝦仔,我和你回去 給我 張先生,你幹甚麼 你們不能帶她走 你怎麼可以搶蝦仔的 不行,蝦仔,你給我 救命 安芦,動手吧 拿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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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行 沒血耶 快點 快點 拿湯 抓什麼 拿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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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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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仔!傑仔 這個月來她的表現如何? 挺好 不過 我覺得有一個色塵 當著這麼多人面前說她自己的說話 對她們的至尊 這樣才考驗她有沒有決心 如果她是喜歡的 我們也不會勉強她 在這麼短的時間裡 你能夠勸服她參加中心的運動 和那次的座談會 很聰明 有沒有在她面前看過我? 沒有 你的我沒有看過 今天沒有活動? 她會不會來? 她去了跟傑仔玩 那你有沒有跟她父母說清楚 說張愛鴻是一個色塵的人? 我打電話了 那她怎麼說? 沒甚麼要說 我聽阿祖說 說你們經常碰頭 你沒有學校 在春年的畢業論文裡 在阿熊裡裡得過很不少的資料 阿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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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我說 我們兩者之間 似乎沒有甚麼好說 阿熊 你別碰我 我真的想不到 你會跟湯Sir來騙我 阿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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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分开你和我 愿还手再往前行 不必再贪爱河 不要恨错 不必愿待你太后 爱这困难 陪着你仍旧是我 游年生爱情投意合 但好事偏多无 方正山和阿虹的误会 究竟何时才并息呢 布下是眼苦心积累 可惜弄巧反着 通常以后和阿虹又怎样相处下去呢 刚刚相见又要分离 阿虹和杰仔的命运又会是怎样呢 请各位观众 在下个星期三同样的时间 继续收看 《危险人物》第七集的播出 《危险人物》第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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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人物》第七集